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统计 再度引起舆论谁真谁假的讨论 大量人流的统计估算 可以从方法的趋势疏密 来探讨它与实际数字的近似可能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 是今次游行所带出的讯息 无论是要求梁振英下台 反对中联办干预香港事务 或为了李旺洋呼冤 内容都相当清晰 力度且是近年之冠 由大众舆论到政权中人 都已经感受得到 也都影响着未来九月立法会选举的国防部署 今年特区政府对七一大游行的回应 和过去的套话 大同小异并无新意 而社会舆论的焦点转移到 游行人数的统计准确度 就忽略了主办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 在游行结束的时候 和梁振英表达的三点要求 包括要求梁振英一星期之内交代潜见事件 承诺落实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 以及各自政治争议议题 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多为在上的讨告 盼望他们能够有心有力地回应社会的心声 在此之先 我们更加要关心社会大众 为万人代讨 台湖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 因为未来的香港 面对外围的风浪 自身的糾结 路走以来 实在一步一艰难 特别在今天的香港 面对一个非常弱势 又缺乏民意认受的政府 即使它被得过 用强硬手段打压民意的诱惑 它能够抗拒各方面势力的不当干预 无论是政治权力的或是经济金融的呢 社会大众实在是要继续高度关注 也都要在面前每一个难关 互相守望警醒 适时发声行动 由心而发 维护社会诚信 关于这一点 从回归15年的风风雨雨 以及03之后的七一经验 我们肯定可以给香港市民 投以信心的一票 多年来的七一大游行 其实每次都浮现了 其他大大小小的不同诉求 在游行队伍的口号里面 亦都在路边街站的阳升气之中 这一点今年也都不例外 充分展现了香港社会的包容度 不过七一大游行至03年起 参与的人数 仅使年年未有共识 但值得留意的是每次出现人数反弹 当年的游行议题焦点 驱为当时社会大众所关注 并指向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而今年的三个诉求重点为例 一个针对梁振英的诚信 一个关乎一国两制 怎样是能够 好像胡锦涛国家主席访港时所说的 两者拘不可偏废 而一个就发自香港社会对公义的执着 看此各有重心 其实樊樊相扣 为更加社会大众所关心 大众关心而有所反弹 就正正是因为事件触及核心价值 尝试从七一大游行 来看香港社会把密 就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分清矛盾主次 否则流行的就捉错用神 移笑大方 重质、挫折议题 甚至连累相关的群体分裂收场 对自身、对大众、拘飞好事 近年的七一大游行 都有不少年轻的身力军投身其中 人要为价值而坚持 为真相而立喊 为理想而奋战 这些想法透过行动 深植在这一代人的心里面 面对现实的丑恶和困难 理想从来都不会一触即走 以价值为指路的星光 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生火相传而不认命 方能够比社会逐步变得更公义 更联敏 我们相信 这样的社会 更能够彰显上主的人爱和平安 也更能够服侍我们的伦社和同胞 求主看顾我们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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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